另外是战火无情 以色列军队在加萨走廊 持续地进行军事行动 而且再度发生了射杀平民事件 包括有民众在户外排队领食物 结鬼遭到了乙军的袭击 造成了20人死亡 150人受伤 另外还有一位妇女 她牵着孙子举白旗逃亡 竟然也遭到射杀 应声倒地 一群人在加萨逃难 就怕被误打 挥着白旗前行 但万万没想到 突然一声枪响 最前方原本还牵着孩童的女子 直接应声倒地 小朋友吓到往后逃离 传出附近就有两辆以色列坦克 估计就是他们发动的攻击 死者女儿止不住泪水 不解妈妈已经拿白旗 却还是被枪杀了 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加萨市 据传乙军还攻击了 正在排队领食物的民众 WHO秘书长谭德塞还因此哽咽多次 平民众亡平平 似乎也凸显 乙军在加萨依旧不敢大意 尤其还有不少哈马斯地道到现在还找不到 然而就算进入地道还得处处提防敌军埋伏 这名军官在地道遭到哈马斯射伤 脸上留下长长的疤痕 索性同袍弟兄反制成功 但也反映出在又窄又暗的地道中作战 乙军行动只能更加谨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那么针对以色列多项攻击行动都引发了争议 国际法庭在26号下令以色列采取措施 阻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行为 作恒告诉我们进一步详情 以哈的冲突我们看到国际法院 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裁决了 他们就提到说 需要阻止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的 种族灭绝行为 而其中就提到说 要防止以色列的部队犯下种族灭绝罪 另外也说要惩罚煽动的行为 还有未来要逐步改善人道主义的情况 不过在这里头并没有来提到说 要求停火 那我们就看到 当然说针对种族灭绝这四个四的形容 巴勒斯坦的外交官员就说 任何的国家是不能够凌驾在法律之上 而哈马斯的高官也提到 这裁决有助于凸显以色列 到底在加萨做了哪些罪行 那当然现在问题点比较大的是 这个裁决他没有办法强制执行 也就是他没有强制力 所以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首先当然针对并没有被要求停火 他们是表达赞同的 只是说根据这个种族灭绝这样的说法 他就说这个指控是毫无根据 至于有以哈冲突所外溢的鸿海危机 随着夜门叛军攻击加剧 路透报导说中方官员呼吁伊朗要约束夜门叛军 否则中方的利益受损将会影响中医贸易关系 这似乎有一点施压的力位 另外为了保平安 在鸿海现在还出现了所谓蹭船的乱象 也就是其他国家的商船担心被攻击 所以他们围着中国大陆的商船一起前进 然而在星期五又有一艘英国的邮轮 疑似遭到攻击起火 好几万人走上夜门街头抗议以色列和美国 结果同一天夜门胡塞武装组织又出手 航行记录可以看到这艘英国邮轮从鸿海进入雅丁湾后遭到攻击 虽然胡塞声称英国邮轮起火 但海市安全公司收到通报 所有船员都平安 而胡塞在鸿海威胁商船获利的是南非 根据联合国数据 通过鸿海和苏伊士运河的货船 过去两个月大减四成二 宁愿绕道去远一点的好望角 但鸿海危机让货运成本暴增 北京也看不下去 路透社独家报道 中国大陆商贸官员多次找伊朗开会 要求伊朗约束胡塞的行为 还说如果损害中国利益 可能伤到中伊两国经贸关系 TV新闻众报道 好 当然再过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乌俄战争即将届满两周年 乌克兰透露已经邀请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参加在瑞士举办的和平高峰会 这背后用意是什么呢 再请作恒来分析 俄乌的战火现在持续 双方陷入到僵局 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之下 台面下更是暗潮汹涌 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政治内斗 也悄悄地扶上台面了吗 因为在阿夫迪夫卡失守之后 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跟将帅乌克兰总司令扎卢斯尼 可以说好几个月没有沟通了 甚至就有传出说 泽伦斯基想要换员 把整个军事的统筹 交给军情局的心腹 主要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这一位总司令他的民调 是比较高的 甚至已经胜过总统了 这当然是让泽伦斯基 感到盲刺在背 现在整体的战争状况 还有乌克兰的军队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们平均的年龄 是43岁 没有心血的状况之下 接下来这个仗恐怕 还是非常的难打 再加上美国是不是能够 持续的来提供金援 现在拜登他也面临到大选的压力 所以未来这都还要打上问号 就传出说 这个泽伦斯基他们说 已经邀了习近平 要来参加和平峰会了 只是这细节还没有来 进一步的透露 但是未来如果乌克兰的战争 真的失败的话 恐怕还会面临到的是 迁都的议题 乌克兰士兵一冲下装甲车 立即看敌军陷入激烈枪战 乌克兰士兵一边开枪一边往前跑 但敌军不断开枪 只好走到树木后方寻找掩护 一找到机会 就朝俄军丢直手榴弹 但乌冰不只要抵御 眼前的敌人往前推进 还得注意头顶上方的无人机 只是在严重缺弹的状况下 乌克兰军队现在只能找方法变通 把苏联时期的废弃军品 拿来打造成可以攻击的武器 就算这套土发链钢的多管火箭发射器 没办法精准打击目标 依旧有能力阻止敌军前进 但俄军队仍仍在前线军力上 依旧站上风 这很难 我们有很多失去 不太多 对于敌人 敌人非常严重 敌人非常严重 而且俄军队都选在白天发动 猛烈攻処 这些美国人都选在线军中 这些美国人都选在美国人的不防御 这些美国人都选在美国人都选在美国人的不防御 就連烏克蘭使用的一些小型烏烈機也是從大陸買來的 他們還是期待西方提供的武器能夠盡快增援前線 就在美國國會預算陷入僵局之際 俄羅斯緊咬烏克蘭不放 堅持是烏軍擊落俄羅斯的軍用運輸機 莫斯科咬定是烏克蘭發射三枚地對空飛彈 擊落這架再有65名烏軍戰俘的俄國軍機 但烏克蘭到現在還沒有承認 烏爾兩國駐聯合國代表在安理會上也展開機變 根據烏克蘭掌握的最新情資 這架運輸機上是否真的在有65名烏克蘭戰俘 其實一點很多 無方質疑從墜機地點衛星圖來看 大約長達1.6公里區域被燒成焦黑 但卻見不到一具遺體 而且送進太平間的也只有5具 跟俄羅斯所說的機上74人全數罹難大有出路 俄羅斯則聲稱 俄羅斯在進入貝爾哥羅德防空識別區15分鐘前 就已經通知烏方相關資訊 但基辅矢口否認有收到俄方通報 這場軍機墜機失故 也讓打了將近兩年的烏克蘭戰爭又增添一場 情報訊息攻防 TP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再來聚焦美國前總統川普 雖然在黨內總統初選連連獲勝 但是在司法上面再度敗訴 前時尚雜誌編輯控告他施暴之外 先前再加碼控告川普誹謗 而最新進展是紐約的大陪審團 裁定川普有罪 因此判賠8330萬美金 折合台幣是26億 美國前總統川普再吞一筆敗訴 前時尚雜誌編輯卡洛爾控告川普毀損名譽 紐約曼哈頓大陪審團裁定川普得支付對方 8330萬美元 大約台幣26億元的天價賠償 沒想到最終陪審團裁定川普 要陪卡洛爾730萬美元精神賠償 1100萬名譽賠償和6500萬懲罰性賠償 總合8330萬美元 卡洛爾離開法庭時 露出滿臉微笑上車離開 川普的律師則是氣哄哄的走出法院 對於26號的裁定 川普在社區媒體上再度怒批司法武器化 而他和卡洛爾之間的恩怨要回溯到1996年 卡洛爾指控遭到川普性暴力 這起官司在去年5月 當時的陪審團判川普敗訴得賠500萬美元 結果前總統反批卡洛爾造謠說謊 後來才吃上這樁誹謗官司 這時川普在共和黨內初選 唯一謹慎的對手海莉 也跳出來批評他 只是海莉已經連續輸掉兩週初選 政治評論員分析 他現在才攻擊川普 已經為11萬 至於拜登 由於架傘人大危機日益惡化 拜登卻持續力挺以色列 大批美國民眾怒火中燒 讓他的選情也亮起紅燈 TB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未來國際局勢 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將會是關鍵 川普已經連續贏了兩場共和黨初選 目前看起來被提名的可能性很高 如果川普再度執政會有哪些影響呢 再叫你作恨 川普又贏得了黨內初選第二戰的勝利 所以也代表的他未來要重返白宮 要來絞逐美國總統的機會是越來越高了 但是川普他未來就算當選的話 恐怕也有很多的困難要來面對 像是俄武戰爭 另外就是以哈衝突的問題 如果他上任的話 真的能夠解決嗎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現在總統拜登 他在1月14號的全美民調 施政滿意度 你可以看到這滿意度只有33% 不滿意度是高達58% 這當然對他來講 就是要爭取連任一個非常大的警訊 而未來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等於其實也是他第二次 來擔任美國的總統了 那第二任美國的一些盟邦 也會悄悄的來做一些避險的動作 我們就提到像是在貿易的部分 中美的貿易大戰 有可能終結正常貿易嗎 而過去其實川普也曾經埋怨說 台灣搶走了美國人的生意 那未來他是不是有可能 不承諾來防衛台灣呢 其實過去看看他的外交特徵 當然充滿了像是比較多的錢的因素 另外就是保護主義 這也是未來我們要來持續探討的 而中國大陸官方公布 去年的實際使用外資下滑了 而且年降幅度是8% 另外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在中國工作長達40年的英國商人 被消失超過5年 而且整起案件未曾被官方公開 因此引發外界質疑這可能並非個案 美國華爾街日報披露 一名英國商人在中國被消失 他在中國大陸工作長達40年 曾任職多家大型美商 後來成立諮詢公司 但是2018年起失聯 諮詢公司在2021年被註銷 華爾街日報指出 這起案件中英政府都未曾披露 可能有更多外國商人 在中國被關押 大眾卻不知情 而且外商高管 對前往中國大陸越來越擔心 中國大陸官媒繼續唱好 但是沒提到的負面數據 是去年實際使用外資 1.1兆人民幣約4.65兆台幣 年減8% 而且外商加港澳台商 投資企業利潤總額下降6.7% 中國大陸商務部坦言外資下滑 稱只是短期數據波動 北京出招要保護外資擴大消費 定義今年是消費促進年拼經濟 只是外資反映數字會說話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